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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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自然是下跌的 然后做空机构挣钱离场 有些调研报告是不准确的 或者是失实的 甚至会作假 那这就是对上市公司的一次有意狙击 可是市场不会等待核实 股价可能很快就掉下来了 做空机构可不会较真什么事实 真相 只在乎自己的头寸 也不会在意什么市场道德 自己挣到钱离场了 就是最大的道德 总之无论何种手段 当股价跌下去之后 比如GME从28美元跌到3美元时 空投机构再在市场上买入股票 加上利息 还给证券公司 达成了平丧 这套操作下来等于是打了一个时间差 高抛低收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 股价得跌下去 如果涨了 做空机构就得赔钱了 这次GME疯涨就是让他们亏惨了 GME疯涨源于散户做多 这种情况几乎闻所未闻 美版贴吧Reddit上面有一个社区 叫Wallstreetbets 华尔街赌博 简称WSB 这是一个散户交流炒股心得 或当海报 或者卖惨的地方 老韭菜们一起吹水 或者口吐芬芳 总之很欢乐 偶尔也会有专业人员下场传授金融知识 早在几个月以前 这个社区就开始研究GameStop这只股票了 数据分析发现 各大做空机构都做空过度 压空风险机构 所谓压空就是说股价反弹太快 做空机构竞相进场补仓 再加上正常投资者做多 股价快速上涨 做空者无法按预想的那样低价买入 但反过来看 做多者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反割做空者的韭菜 混集这个社区的散户们嗅到了机会 开始买入GME 1月13日 股价暴涨50% 这个太吸引眼球了 稳赚不赔的买卖 不做就真成SB了 于是 散户汇聚成了一股大潮 争先恐后大买特买 10个交易日内 股价上涨了16倍多 最高达到了483美元 当然 这个时候应该也不止散户了 明眼人都会跟着去掺和一脚 投资公司也不傻 该下场捞了 这场史诗级的股价造神运动简直就像一场狂欢 只有做空机构受伤的世界诞生了 截至周二 GME空头亏损超过50亿美元 梅尔文资本就是空头之一 他们的经理说 他们亏了一大笔钱 公司已经在几天前清掉了空头头寸 被迫离场 眼看自己亏到血本无归 华尔街机构玩不起了 开始动用金融以外的力量 比如说联合媒体带节奏 制造情绪 试图强行压低股价 达到之前看跌的预期 减少做空失败的损失 彭博社和CNBC等媒体坚称 散户是暴乱 骗局 金融暴力 纳斯达克总裁也出了一个主意 监控社交媒体中特定的股票名称 如果提及频率太高 就要停止他们的交易 现在很多美国散户们都在讨论 有什么不受美国政府监控的社交媒体 现在很多中国网友都在说 来我们的微博 我们中国的社交媒体 对散户来说 对他们的声讨是没有用的 厂内的较量才是真实的 可是散户没想到 金融机构可以直接耍流氓 美国有一个券商叫罗宾汉 也有APP 就像我们手机里装的某某证券这样的APP 1月28日 罗宾汉直接禁止散户 购买GME等几只股票 散户只能卖 同时对冲基金的买卖不受影响 我们刚才说了 散户只有持续的买入才能够推高股价 如果不能买入股票 就不能够抬高股价 我们知道 券商是一个交易机构 是靠收取交易佣金获得收入的 那么当然他们也可以自己持有大量股票 但是这些交易都必须是公平的 一家券商不能够直接干预市场行为 这违反了市场原则 破坏了交易自由 更威胁到了证券市场中最基本的信任 就好像一场足球比赛 提供场地的体育场也参与了进来 把足球场抬高了30度请脚 机构队在高位 散户队在低位 这样处于低位的一队当然就没法比赛了 过了一会儿 体育场的人干脆把机构队的球门给撤了 说要射门只能往散户队里射 那这种对抗还有什么意思呢 你刚才怎么读秒的 游戏驿站的股价在权力的压迫下 从483美元跌到了112美元左右 罗宾汉是传说中的侠客 专做劫富济贫的事情 这个券商叫这个名字 本来是暗示用户可以在这里耗有钱人的羊毛 可是当机构真正面临威胁的时候 罗宾汉对着散户就打出了重重的一拳 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 西方的两个武器 言论自由可以打击不顺从的国家 市场自由可以打击不听话的散户 言论市场一结合 聊笑才好 不过罗宾汉做的也遭受了很多批评 左翼和右翼的众议员都站出来 批评罗宾汉的无耻行为 这是明着给对冲基金走后门 帮助华尔街把股市变成富人的私人娱乐场 要求对罗宾汉开启调查 一系列压力之下 罗宾汉怂了 最终他们允许用户少量买入GME股票 让股价回升到了300美元 但这已经与股价无关了 不论是论坛的散户 社交媒体的大V 还是做空机构都在赌一口气 赌对面血本无贵 赌对面屁股尿流 这就是做多和做空的天地一战 GME股票的神奇遭遇 并不是散户暴打机构的热血爽闻 真正引起反感的 是过于放肆的做空机构 这个剧情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 没错 很像特朗普上台 在那之前 美国的精英阶层垄断媒体 用各种言论给老百姓洗脑 给政客涂脂抹粉 塑造形象 老百姓即使已经明白了 选举只是一场游戏 也只能用弃权表达不满 如果有人对美国现状不满 想抨击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媒体也会自觉地屏蔽这种言论 社交媒体的出现 为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出口 特朗普就是通过社交媒体 进行政治动员 上台之后又通过社交媒体 治国理政 人称推特治国 以前华尔街的机构通过媒体放风 操动舆论 影响股民对股市的判断 他们则可以任意做空或者做多 从中于力 但这次则是散户们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讨论和分析 完成了动员 最后一致行动 形成了这次的美国散户暴动 美股魔幻的走势 也告诉了整个世界 自由市场的真相 翻译翻译什么叫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就是 富人可以自由的割穷人的韭菜 穷人如果要薅富人的羊毛 这就是不对的了 市场就不自由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 我们都知道 特朗普的两大敌人 一是华盛顿的当权派 二是华尔街的大资本 就是靠着明确的反对 这两个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 特朗普被他的支持者 抬进了白宫 算是美国的政治散户 对华尔街的政客们的一次小胜 但是刚过去不久的大选里 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联手 把特朗普又赶出了白宫 华盛顿的当权派扳回了一局 现在散户们又把矛头 转向了华尔街 这次事件的本质 就是不甘心当韭菜的散户团结起来 对抗机构做空 维护自己的利益 论坛的一位散户发了一封公开信 斥责了以梅尔文资本为首的 华尔街机构 我觉得可以起一个题目 叫为天下韭菜讨华尔街习 新建大意是 华尔街资本不当人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 人民要你感受痛苦 2008年金融危机剥削乱稿 美国家庭统统疯掉 资本媒体互相问好 逼迫人民点头哈腰 生活困苦仇恨高挑 韭菜心中仍存荣耀 尽有机会大仇得报 无耻空头 你压别跑 对美国的现有金融秩序来说 这无异于一次散户的暴动 虽然还说不上是革命 但说是造反肯定没有问题 在这样的重大危机面前 以前装的一脸正义的左派 也撕下了面罩 和右派联合起来了 俗话说 华盛顿的政客靠得住 母猪都能上述 果不其然 在维护华尔街大资本 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 华尔街的政客们立场站得很稳 目前 对此次事件的成因 还没有出现比较可靠的分析 美国民主党资深参议员 伊丽莎白沃伦就认为 这次不一定是散户抱团 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知道是谁在操纵股票 你确定不是两边都有富人吗 就没有对冲基金 站在抬高GME股价的人的一边吗 还有人分析了GME的股东结构 认为完全不可能是散户抱团 而是背后的机构 巨头 在借着散户的热血 割了小机构的韭菜 所谓红脖子的胜利 只是假象 也有人将这次的散户暴动 称为金融民粹主义 在美国的语境里 民粹主义不是什么好词 特朗普上台的时候 美国媒体就称之为 民粹主义的胜利 问题是 民粹主义有问题 难道精英主义就没有问题吗 如果精英主义可以一统江湖 千秋万事 永远正确 为什么会出现民粹主义呢 这难道不是精英主义的失败吗 散户暴动是民粹主义 难道让华尔街大资本 一茬又一茬的割散户的韭菜 就是天经地义的吗 而金融时报的形容更加有趣 称这是一次金融民主化运动 无论如何 这次的事件都再次证明了那句话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 华尔街政客靠不住 华尔街大资本靠不住 特朗普也靠不住 想创造自己的幸福 只有散户们自己团结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